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張夫 為您邀請到永成國際投庫 陳建成分析師 陳陳老師好 請您好 來 富貴穩中求 財富大自由 賴先加起來 昨天老師是不是直接幫您來 從賴裡頭去幫您找尋出 在每天的節目 老師每天在賴裡面 都會幫大家去追蹤個股 像是創違 我們一回頭看 幾乎已經回找了14則的訊息 所以賴一定要加 老師都會幫您追蹤 老師所分享到的個股 小老鼠HIH888 昨天蠻多好朋友加入的 是 你有加入 要記得上來跟我們 會不會手打招呼 跟老師打個招呼 今天台股雖然跌 盤中 跌了快300 快300了對不對 260多點 可是來 有這幾檔股票 你要追蹤 因為我在賴裡面都會 會每天幫你追蹤分析 追蹤分析 我會去 把我看好的幾個族群 我會告訴你 題材 你看今天大盤跌這麼多 對 今天跟AIPC 相關的零組件供應鏈 今天表現相對抗跌 是 不但抗跌有的還今天怎麼樣 還是收逢 還逆勢上漲 對啊 各位眼光不要只看到漲停的 我真的 我說你看到漲停的 眼睛看到的漲停都不見得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 因為你要賺得到才有用 對 沒錯 對不對 你看到漲停隔天再拉 你也不敢追 追了又怕怎麼樣 又掉下來 被阻力隔日衝掉下來 所以看到別人漲停 為別人開心 比如你看到我撐到漲停 很高興一下 替我們開開心就可以 自己不要隨便 亂去做 去買漲停 對 除非怎麼樣 這張股票有持續給你追蹤 OK 但是比起漲停 我們更喜歡漲停 你不見得賺到一整根 我要講一整根 很多人漲停就 感覺這樣快漲停了 去追一下 賭一下 看會不會鎖漲停 萬一沒有呢 像今天很多尾盤就灌下來了 對不對 然後昨天我們講的那支紅准 昨天也是快拉漲停 但今天就下來了 是 我昨天怎麼跟你講的 老師還從大台 我說沒有追 沒有不要去追了 對 對不對 我昨天跟你講說 說不定昨天 對 說不定晚上美股大跌 今天台股就大跌了 對 我昨天才講 真準 我昨天下午講 對 在中式講的 對不對 搞不好幫我重播 好 我講一下任天堂好了 你這一波沒有做到的 你不要急 總是股市會拉回來 搞不好今天美股晚上又要大跌 台股明天又突然要大跌 現在人家都不敢追 不敢追 就跟這支創委一樣嗎 108上一次拉不上去 乾脆怎麼樣 先砍下來讓那些 爆股票的人 先把一些 抽碼先洗出來 果然這一波就洗一堆走了 這是我們昨天在YT的節目 YT要記得看 所以要訂閱我們的YT 加Line 來 所以今天是不是又開始洗一堆了 對不對 對 把昨天不小心追高的人 然後又想說完了 這次會不會又追高了 然後怎麼樣 然後今天又去停損 追高殺地 老師追高停損 對啊 那你怎麼不好好掌握一檔股票 好好跟我抱一個波段 停損來停損去 那很可惜 對 你的財富就是自己這樣子 玩掉的 所以說 我這一張要送給 昨天有很多人加進來 是 所以我這一張要送給你 來 直接加萊 直接加萊來索取 你來索取 好 AIPC 你有加萊 那你出來跟我們招手一下 然後 你要索取 姓名電話留一下 是 真實姓名 真實電話 我們會給你 裡面禁止三檔 禁止三檔 今天這三檔都很強 那很湊巧它都是AIPC供應鏈 是 那更湊巧的是 我們最近不是在推 3加1.4嗎 對 現在3加1.5已經變1.4了 我們在推3加1.4 過兩天可能就變3加1.3 老師那什麼意思 1.4 1.5是 1.5個月 第四季 三次第四季 對 我們就給你算三個月的會期 是 因為我知道最近很多人 可能股市套牢的 想說老師那我學費 我可不可以不要一整年 我可不可以先短期 對 好 那短期就三個月 一季 對 就剛好第四季 一季 可是又為了要怎麼樣 佛心來著 讓你8月先這樣開始賺 第四季是10月開始對不對 現在才8月 還沒到9月對不對 多賺一個多月 如果9月還有一個月 對 如果8月 還一直多月 在上禮拜還有兩個禮拜 還有15天 對 現在剩10天 所以還有半個月 可是到現在已經只剩1.3了 剩10天了 20了 今天21了 那就是1.3了 那1.3就沒有1.4了 就省1.3了 對 對不對 可是會費都是一樣優惠 好 所以早來 你就先賺 對不對 早來早享受 早來你就多一點多月 對 OK 好 所以 剛剛跟你講說三黨裡面 我們現在這個財務充值班 就有兩黨 對不對 就是這個新的班別裡頭 對 有兩黨 在這個班別裡頭 那兩黨呢 那個AIPC 很臭巧 今天表現都不錯 這三黨裡面 抗震耐疊 有三黨裡面 有兩黨是漲的 就是說 這三黨裡面 其中有兩黨 是我們這個財務充值班的 是 好 所以想跟上的直接加Line 直接加Line 或待會廣告中電話 求回頭 那我想說 你們聽我講了 兩個禮拜的創圍 對 那你很想說 老師 那創圍到底怎麼樣 今天到110 因為搞不好有人想說 追追看 對不對 你總是有人想追追看 對不對 老師都講一個禮拜了 一個禮拜以前你不來 七 八十 九十 這兩天 上百了 有台的分析師 對不對 因為漲的股票越來越少了 對 那紅的就會有人都拿出來講 有沒有 來到百元 或者主力看到 檯面上也剩沒幾支漲的 所以主力也喜歡去做那種紅的 因為紅的 賞戶都會想跟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想要知道 對不對 然後當你昨天看到很不錯 今天他就 開始綠給你看了對不對 老師 那會不會綠也是今天 正好指數大跌 對不對 所以要跟著綠 從八月五號到現在 沒有遇到指數休息的時候嗎 有啊 那指數休息他之前很強 他也是照樣漲 對 對不對 那原因出在哪 來 我說我做股票 我很強調籌碼 對不對 是 我也還告訴你說 不要跟著外資在後面砍 也不要跟著他在後面 追 那外資天天買 那之前都天天買 之前可能一百張啊 幾十張啊 兩百張啊 了不起三百張啊 一百多張 其實他一百塊以後 他在接近一百塊 開始買三百張的時候 越買越多的時候 投資人 你冷靜一下 你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我讓你想一個問題 創圍在這邊跟在這邊的時候 請問 請問 來第一題 A請作答 請問在這邊你會買很多 還是你會在這邊買很多 正常一般投資人在下面 就是一點點買 一點點買 對不對 可是他看他真的有漲了 再多買一點 漲了再多買一點 如果你覺得 你在這一檔創圍 從這邊到這邊 你認為在哪邊大買才會大賺 當然是在下面啊 是應該這邊要買很多對不對 對啊 應該這邊買很多對不對 是 你到這邊你會買很多嗎 不會 它都漲高了 你是越漲 你是越不敢買對不對 就要開始準備獲利啦 照理說會賺錢的人 應該是這樣做嘛 是 有沒有 應該要這邊買個一千張 上去的時候 就算你不 如果你有錢加碼 你應該一千 五百 三百 兩百 到這邊 開始獲利 對不對 不買了 那上去 開始把這一千張 慢慢往上賣對不對 對 那會有人很奇怪嗎 明明這邊有低堪買 你不買 對不對 等待飆完才大買 才追高 去追高 本來這邊買一百萬 到這邊你變成買一千萬 這個不 你覺得這樣做會賺錢嗎 可是大部分人賺不到錢 我們直接想應該是不會對不對 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 都是跌下來的時候 低都不敢買 不敢買啊 然後底氣來就大買對不對 對啊 大部分是這樣 所以這個錯誤不是只有你會犯 誰也會犯 八成以上的都會這樣 外資也會 越看越漲他就買越多 老師他本來都不買 他這樣大買 是不是代表後面還會再噴一段 今天就 你覺得今天有大噴嗎 他大買了 他昨天大買了對不對 但經營 老師他昨天快三千張 你去套咧怎麼辦 代表他還要怎麼樣 想辦法解套 他也可以不解套直接砍下去 對不對 那你要留意這叫怎麼樣 之前都是想要買小買 在高點大買的時候 飛龍在天嗎 來 錢掛 老師教過 姐有沒有看我久 這個錢掛我都教你嘛 是啊 這叫錢掛操盤法 對不對 錢掛怎麼來的 易經啊 有沒有讀 如果沒有讀易經 你把這邊學起來 你用功的人 你回去網路去搜一下 老祖宗的智慧 對不對 從初九 潛龍勿用 九二限榮在田地見大人 如果你要把它套在個股裡面 就代表 剛開始有人進來 剛開始在漲 然後怎麼樣 100張 這支股票 主力發現了 主力開始要做它了 這大人就是主力 開始來了 那開始呢 他就慢慢買 100張 買得讓你不知不覺 有沒有 好 開始走到第九 三的階段的時候 君子中日前前 什麼叫君子中日前前 就是持續很努力的走 持續很努力的吃貨 慢慢買 給它買上去 然後呢 這時候行情不管漲跌 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 無糾嘛 無糾就是沒什麼要緊 對不對 沒什麼事情 九四呢 貨要再淵 要往上漲 往下跌 都沒有關係 一樣怎麼樣 無糾 一樣怎麼樣 沒什麼事情 對 報好就對了 有沒有 到了九五 飛龍在天 飛龍 飛龍在天 飛青天 以前有一部八點檔叫飛龍在天 收視率很高對不對 那我現在講飛龍在天 你知道了嗎 有 大家都知道 飛龍在天 出處 易經的權掛 好 利劍大人 九二給利劍大人 九五也給利劍大人 對 這個利劍大人跟九二的利劍大人不一樣 這個九二的利劍大人已經是怎麼樣 全市場都知道了 莫生斷了 是大家都知道這場股票了 對 然後在高檔的時候 主力還要再大買 感覺上很不錯對不對 煙火 放到最煽爛的時候 放到最煽爛的時候 下一步 再來怎麼辦 抗龍 抗龍有回了 你去追你就會後悔 就結束了 所以我常常講 我這錢瓜操盤法 你要在位階低的時候 開始來做潛龍 對 做潛龍 你要盤著 一檔股票從潛龍做到哪裡 飛龍在天 你就可以下車了 這樣懂不懂 懂 你看剛剛那一檔創圍 你把它套上來 是不是就這麼走的 就從初九開始 所以從潛龍到怎麼樣 飛龍在天 那你再來看一下 外資每天買 這叫怎麼樣 中日潛潛 主力中日潛潛的買 到了 位階高了 對不對 給你對照一下 請問他是來這邊大買嗎 不是 他在這個地方大買 不買 不大買怎麼把你騙進來 因為大家喜歡看外資大買 買這麼多張底氣很難 我跟你講買這麼多張 隔兩天就給你到貨 這樣的例子 其實在過去常常發生 所以你說 他會不會明後天 說來給你再集拉 110以上 120 有可能 不是沒有可能 可是 拉上去是要幹嘛 是要下車 因為前面一堆解套的人 要下車了 不是讓你再去追的 那如果去追 你不就跟昨天那個邱小姐一樣 有沒有 是不是 同樣一檔股票 你打算像上次又追在這邊 然後你要再砍在這邊嗎 不要啦 好 投資人犯的說就是在 在過程當中永遠都沒有學會講訓 那 各位你看一下 創委呢 今天雖然 收黑 但是他沒有爆大量 沒爆大量就代表說 後面還有機會嗎 代表說 這些 主力自己還沒走掉 因為他走掉還得了 因為昨天這一根 昨天這一根是他拉上去的 外資 這個量這麼大 6000張有一半是他買的 3000張就是他們貢獻的 愛心比給他 感謝喔 如果你手上 在昨天以前你有創委的 恭喜 昨天以前有 你到昨天都是大賺 你都要感謝外資 對不對 你不是昨天買的 你是前天買的 前天以前你看我節目 看我的Line 你就想說來不來試試看 老師會準嗎 對 準再來錄會對不對 那準啊 趕快來錄會 所以昨天 外資很認真 6000張 有兩張一張就是外資買的 扛了那麼辛苦 幹嘛 扛了那麼辛苦 他不就也是要 賺家差下車嗎 要不然 他扛假的 扛心酸的 當然不是 又不是笨笨的少年鼓神 對不對 好 來 好 那今天的量說下來對不對 對 代表他都沒走掉 是 好 除非發生大意外 就是又遇到8月初那種天天砍 他只好怎麼樣 他必須認不住他 還是先溜再說 不然到時候又被套了好幾億在上面 對不對 好 來 好 那如果你這段時間 你有自己去操作創委的話 你想請教老師 你也可以加Line 你也可以加Line 請教老師 那我要講怎麼呢 他還沒跑光 然後還有一個 這條出的線 我用手描著 卷之筆 老師這幾天一直用卷之跟你做分析 那卷之筆代表什麼意思 卷單來 卷之筆代表他在幹嘛 有人看他長看不順眼 空單 又想要來空他了 空軍出動 好 空頭不 空頭不死 多頭不止 加上阻力又沒出光 所以這個力道 對不對 所以我想他應該短時間沒有崩盤的危險 OK 那不代表你昨天追高的不會被套 今天都被套了 也不代表你現在可以進去追 你今天就被套了 對不對 只是我想的是如果上去 我要怎麼樣往上走 獲利 對不對 他繼續買我就繼續 你丟我撿 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要撿我就丟給你 因為50%價差了 對 就是獲利下車 那我創為這樣 算不算給你交代完了 感謝老師 清楚明白 連潛龍操盤法都交給大家 你適用於所有的股票 你都可以自己去套用 好股票有產業未來性的 你都可以去套用這樣的一個 潛龍操盤法 那我昨天 昨天跟大家分享到PMIC 我又錄了一集YT 所以昨天錄的我在講 我又回來講電源管理來性 超級比一比 那今天這檔系列表現還不錯 對 我昨天講 今天大盤300多點 他還是紅的 其實這幾檔股票相對抗跌 是的 那茂達就不用講了 茂達你都知道我們這一波 150 這波150超底 對 對不對 那立志呢 220 230 成統加持 對 對不對 成統加持 其實這兩天表現也不錯 就245 附近 今天原本要衝249 6719的立志 陳董的成本在258 那現在呢 現在才24多 好 如果你真的嚴格要講說 今天跌快300點 他只跌0.5 對 算不錯嘛 很穩的 對不對 沒錯 那為什麼嗎 因為我昨天回去錄了之後 很多阻力都看到了 原來如此 今天盤中還要到249 對 等於說9點半以前其實它還是漲的 對 倒收盤其實 還好 有沒有 盤中好像有一根比較大的量殺出來 沒有用 尾盤還是拉上來 是啊 對不對 C力 好 6415 C力今天是強的 在電源管理IC當中 它是最強的 好 全場紅通通 全場紅通通的 對 厲害 C力 C力 但是呢 我昨天有把這幾檔 我分析得很清楚 對 超級比一比 因為 你看C力只有賺0.2 第一季 對 那有一檔我蓋起來了 它是誰 這檔蓋起來是 我們某個班的持股 加萊 你要看我這一 昨天怎麼講 昨天的 這幾支股票 你可以去YT找 訂閱 或者自己找不到 你加萊 來 隨點隨看 我請我特助 把連結給你 是 你可以去看 好 至少 今天這樣的行情 這幾檔股票 耐震抗跌 對不對 對 都還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講嘛 富貴穩中求 對不對 富貴穩中求 好 等一下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 我要跟各位講 一檔股票 艾浦 這一檔 看到艾浦 我今天走勢 我真的快笑出來了 是由陳誠老師 能夠駕馭得了艾浦 我來講艾浦 因為今天的艾浦 走勢真的超級可愛的 對 好 待會兒分享 來 現在先加LINE 索取AIPC的這三檔股票 直接來索取 來 今天一早 有台記者就跑到公司來採訪我 他問了幾個題目 因為我們中置的時間 真的是很不夠 很寶貴 我也沒有辦法在這邊回答你 但是我有在今天我的YT 我有做非常完整的說明 所以如果你對這幾個問題 你有在關注的 你可以來訂閱 你可以來我的YT看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LINE 加進來之後 我們每天LINE 我會把我影片連結 直接貼上去 你點進去你就會看到 隨點隨看 第一題 老師請問台股今天開盤下跌白點 跌破2萬3 是哪些因素影響 是量縮籌碼整理階段 有助於回談嗎 第二題 各股部分半導體營建都走落 綠能部分傳產上漲 金融股股價卻兩樣型 星光晶開盤爆量 股價上漲 但其餘大多走跌 請問今天個股表現如何解讀 第三題 請問全球央行年會即將登場 屆時鮑爾對於降息談話 可能對市場造成哪幾種結果 三大題 來跟他們問三題三分鐘 你覺得 可以解答得完嗎 你覺得解答得完嗎 三分鐘你聽得清楚嗎 我至少用十分鐘講 你可以直接來看 解得非常的具細迷 非常的清楚 他們央行現在在哪邊開會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他們每年去放暑假度假 老師去玩過 Jackson Hall對不對 對 老師去玩過好幾次 這個地點有沒有 風景美氣氛家 對 去放暑假的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我去過四五次了 很美 我還帶我爸媽去過 陳爸 陳媽 陳爸 陳媽 我爸媽 坐在 好美的一個畫面 場椅上面 欣賞美景 看著跟怎麼樣 跟這幾個聯準會的大官員 有沒有 欣賞一樣的風景 看著是一樣的風景 對 你也可以啦 來我們來講愛譜 連五三一的愛譜 好 全市場 唯一能夠駕馭愛譜 如如魚得水的就是 你如果看我們的YT 有時候我們會有消音 消音就是因為那一段是我們 同學專屬的 你想聽 你可能就 麻煩你來說去 要跟我們服務人員說去 我昨天的消音裡面 我講兩檔股票 一檔就是愛譜 然後結得非常的完整 老師為什麼會特別去結到愛譜 有一個點 有一個原因 但是我現在不能說 然後另外一檔股票也是 他們有同樣的一個共通點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你看喔 愛譜前兩天都不太漲對不對 對 老師昨天結完消音檔 這就是這一檔會磨死人的地方 偏偏我們駕馭得了 對 特別今天早盤 先跌 大盤 因為你看到美股在跌 你都會 跟著 大家就會 緊張擔心 心裡就會很脆弱對不對 就先看 然後又看到他在殺 完了 就先看 他會不會又要回到250了 我會不會昨天又追高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昨天給你攻月線 昨天給你攻月線 一攻上去你講說月線站穩了 你再追一次 追了之後今天 早盤 美股蝶 他再給你殺一次 你又嚇到了 安心 對 砍掉的話 你今天會垂心肝 因為今天一來一回高低差 差超過1萬塊 296 到308 而且就是在短短的時間 對 一個小時之內 你這個你就算要追 你光是你手機拿起來按好 對不對 先是砍 砍完之後 看他又上去 你要再買 下單 來不及 你就是做當衝的人 你也來不及 很辛苦 因為這很短的時間 非常快速 為什麼要賺這種錢 第一個 你砍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就是已經砍在 時間很不夠 你去聽今天老師 YT有解 昨天月線沒站上 今天收盤站了 而且今天這幾天 今天的量 有比昨天做 對不對 你手上有愛補的 想知道怎麼操作的 你這些檔包怎麼操作的 你趕快來找我 好 加來 好 OK 然後另外想鎖取AIPC的 這三檔股票的話 一樣加來來鎖取囉 我沒有打招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